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一定不能使用输入法打出这个字 更不用说在搜索引擎中搜索了 不信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字在百科中是不是显示乱码 好 现在言归正传 Windows 11又更新了 这次更新依然是带来了几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而且可以作为日常必备 都有哪些新功能呢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点击开始菜单 开始菜单中的所有应用变更为全部 如果之前打开开始菜单 这个位置显示的文字是所有应用 而更新之后 这个位置显示的文字是全部 此更改在早些时候的Windows 11 Build 22635点 而4291中开始推出 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 小妹觉得全部更耐听 也更直接 开始菜单中的另一个更新 当鼠标点击账号名称时 注销按钮已经正式移到这个位置 原来这个位置是半个省略号的符号 也就是三个中间点 现在不用再点击多余的选项即可 直接注销 新版Windows 11新增一个新的简体中文字体 Samsunix 包含9753个表意文字 支持Unicode扩展G H和I 其中包括广受欢迎的 ByBian面字符 这个字符据说是最复杂的汉字 而且字典中无法查到 大部分软件都无法输入该字 比如使用搜索引擎搜索该字 在百度百科中直接显示为乱码 即使能查到的字 也不是ByBian面的原型 而更新之后的Windows 11 可以通过输入Unicode字符直接换为该字 ByBian面的ByBian 的Unicode字符是U加30 EDD 选中输入的字符 按下键盘快捷键 Out加X 看看效果怎么样 微软正在向所有Insider频道的Windows Insiders 推出时钟应用更新 其中包括两个新的时钟小部件 倒计时和计时器 要使用这两个小部件 请确保在Microsoft Store中将时钟更新到最新版 版本1.2408点而9点而灵活高 打开小部件面板后 可以通过单击右上角的加按钮 打开小部件选择器 然后可以将这些小部件添加到主面板 新版Windows 11最实用的一个功能 在任意文件点击鼠标右键 新增一个发送到我的手机 先来创建一个文件 将刚刚的记事本保存为一个文件 在文件上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发送到我的手机 如果将Windows 11和手机进行了绑定 该文件就会瞬间发送到绑定的手机 之前做过一期专门的教程 讲解如何将Windows 11与手机绑定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观看推荐视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视频中任务栏上的图标 是不是比你们的小很多 没错 微软又把任务栏调整大小功能加回来了 果然很多功能删了加 就变成一个新功能了 虽然现在任务栏可以调整大小 但该功能目前处于隐藏状态 需要激活才能正常显示 要获得如上提到的这些功能 首先还是要将Windows 11更新到最新版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在加入Windows Insider之前 这一步一定要操作 否则后面的更新过程可能会出现功能不完整 确定没有多余的Windows更新之后 点击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打开诊断和反馈 打开发送可选诊断数据后边的滑快开关 点击后退按钮 点击即刻体验按钮 点击链接账号 选择Microsoft账户并点击继续按钮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点击锦线Microsoft定用 选择Beta渠道并点击继续按钮 如果点击继续按钮没反应 可以在任务栏上的设置窗口点击鼠标右键 将窗口关闭 或者直接按键盘上Out加F4关闭当前窗口 然后重新打开设置并导航到该选项 再次选择Beta渠道并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立即重启 开始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打开在最新更新可用后立即获取选项后面的滑快开关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如果没有检测到任何更新 点击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右上角的打开Windows更新按钮 再次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已经显示最新的可用更新 等待更新完成 Windows 11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 点击开始菜单 所有应用现在已经变更为全部 点击账号名称 注销按钮位置已经更新 接下来激活调整任务栏大小功能 下载隐藏功能激活工具VivTool 下载链接在视频简介 之后 接下来激活动 下载隐藏功能激活动 可行二通知 下载 下载之后将激活工具进行解压缩 进入到Vivit解压目录 复制文件加路径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命令提示符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在任务栏上点击数字 点击任务栏设置 点击任务栏行为选项 向下滑动鼠标 找到Show Smaller Taskbar Buttons选项 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设置即可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留下您的一键三连 谢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